好逸三怎么观察 对先讲这个位置政治学 因为刚才讲说瞧了八次 那四个位置四个人 总共有24种排列组合 所以他们只是三分之一的排列组合 那为什么位置政治学很重要 其实叫做这个叫庙的主委嘛 庙的主委两边就是谁跟谁好嘛 所以这两边谁跟谁好 所以一定要讲 所以吕黄锦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柯文哲跟朋友 黄语锦 念错名字 你叫黄语锦如 一定要把柯文哲拉带侯友宜那边嘛 那就是避免所谓的柯文哲跟郭台铭同一边嘛 再来就是说侯友宜一定要离主委最近叫核心嘛 所以这两个是很重要 最后这个图是很有意思的 我相信讲应该是侯友宜 讲完让给侯友宜啦 因为说真的一个庙的一个祭典 一定市场最大嘛 应该是坐在主委旁边 讲完故意让给侯友宜坐在核心区嘛 再来是哦 这个有趣的就是郭台铭为什么坐在旁边 坐在郭台铭旁边 而且柯文哲本来要被瞧到所谓侯友宜那边的时候 郭台铭就说哎这我的人 第二个 这个位置也很有趣 柯文哲明明明掉比较高 如果说都是总统候选人 应该是柯文哲坐在庙的旁边 而且他是前台北市长啊 为什么郭台铭坐在庙的主委旁边 哎对主委来讲郭董比较有钱 一方面是有钱一方面柯 我刚才讲了蒋万安让给侯友宜嘛 柯也善意的让给郭台铭 这种位置不重要 总统副总统的位置瞧才重要嘛 所以马上会后就马上去所谓的吃饭了嘛 哎可是张艺商我们在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也说明我认为柯文哲的气宝算盘 不可能这个如他所愿 蒋万安坐在那里 对蒋万安最有利的局是什么 对蒋万安最有利的局就是 柯文哲也没搞头 侯友宜也没搞头 他2026 2028直接拿大位 蒋万安很像2004年的马英九 连战跟宋楚瑜say goodbye之后 马英九就一统天下 然后蒋万安在这个时间点 给侯友宜一点点能量跟位置 因为侯友宜不可以现在死 要死等投票后再挂 同样的蒋万安不可以 护送柯文哲进总统府 不然他要等的不是八年 就是相对之下 对蒋万安最有利的局 就是让柯文哲侯友宜 刚好同归于尽在这一团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蒋万安 我就不会让侯友宜 死得太惨 就是气宝也要让他背气的不干净 对所以昨天云林县长张立善 因为密会是在他的朋友家 闺蜜家里嘛 所以那密会张立善就讲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说 哎呀 跟柯文哲合就算了 下一个会更好 那下一个可能有两个意思 下一个可能合作的对象会更好 或者是明明国民党 下一个的总统人候选人会更好 其实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 下一个是不是就蒋万安 蒋万安 卢秀燕 韩国瑜都有可能 我必须这么讲 说在国民党内 现在其实浮出台面上面 可以看出是这三个人 所以这三个真正有实力派 国民党真正有实力派的 其实是不会挺柯文哲的 他们其实为什么帮忙造势 所谓万人造势 包含卢秀燕在台中也拜 韩国也连战了好几场 这些的状态都表示 国民党真正有实力派的人物 是不希望跟柯文哲合作 他们不愿意国民党 整个送给柯文哲嘛